按下去自动完成的话 那我会需要有两段程式 所以刚刚我做的动作 其实云端上面都有 那我当然这边也有大概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刚刚做的动作 最后如果要变成按钮 要不就是你会写程式 要不就是你不会写成你用录制的 所以录制的话 我这边都会把那个步骤 逐个逐个填上去 那这个注解是事后填的 是录制聚集它上面不会有注解 这个注解是自己打上去的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打 因为怕将来我很忘记有一些细节 所以特别注意 那怎么做 其实我先把这两段 其实假如说我要直接拿来用 Ctrl 11 其实就可以马上demo出来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像黑名单筛选 那我一样可以在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切过来之后的话 那这一边的话 我们就找到这个先关掉 这个是这个的 那这个黑名单筛选里面没有模组 就按右键插入模组 那我就先把这两段程式贴上 这一段跟这一段 那以一个SARP可以对应到一个按钮 我前面讲过 所以有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 两个按钮 那我可以怎么样 在这一边把这个拿来用 按右键重新指定它 这个叫黑名单筛选 那名称的话呢 我就把它复制 一样把这个名称 把它给重新定义 这个叫黑名单筛选 那这个的话也许叫做清除好了 那主要呢 我希望做出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的话 就是黑名单筛选 一个就是清除 那我现在试试看好了 基本上我印象中 这个是之前录的 应该没问题 按下它 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跑 跑完之后 黑名单筛选 只有27个出来 清除很简单 其实清除的话 就是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全部清空 这样就OK了 所以你再按一下 如果前面的资料 假如就又换了 那你可以什么 黑名单筛选一下 OK 资料又过来了 然后呢 看一下 没问题 清除 那也就是说呢 把刚刚的动作 全部 再 把它 它自动全部跑过来 这个录制剧集 其实主要就是 记你那个滑鼠 跟键盘的任何动作 它帮你把它 转换成VBA的程式 所以基本上 我刚刚给各位看到的 刚刚那两段 其实主要不是我 这个 这个重复写的 而是说什么 我直接用录制的 那怎么录制 我先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把它移除掉 我重来一遍 讲我说这边没有 那如果没有 你会发现 这个里面应该 没有任何模组 没有模组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重来 那特别注意 一一样用录制剧集 OK这个地方 前面好像我们有讲过了 只是说前面录制的比较简单 那今天录制的稍微复杂一点点 所以今天录制的错误很容易出错 所以那个细节还蛮多的 但是请记得就是你要录制之前 一定要先彩排一下 不然的话你录的都 可能会录一些多的多余的动作 那我跟各位讲一下 另外的话 我有把那个步骤稍微停在这上面 一二三四五等等的 不过这个步骤就是 就是刚刚我们上课讲的动作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一一你先检查一下 先把那个筛选 如果有筛选 你先把它恢复回来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边的话 你里面如果有公式 不用删掉 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只要点 然后打勾 只要这个公式 他会自动帮我记录就可以了 所以一请你先检查一下 查询名单的筛选 先让它恢复 二的话呢 就是这个公式不用删 切回到这边 记得因为将来我们按钮在这一页 所以记得请你注意一下 你的游标一定要在这一页 然后你要再点选前面这一页 因为如果你没有点的动作 它变成将来 它不会切过去 因为我们现在将来按钮在这一页 所以你要变成要记录那一个动作 所以我做一次给大家 假设1点这边一下 2做什么 游标放这里 不过特别重要 游标如果本来就在这里就不对了 请你讲 要放旁边 因为我一样要 点的动作因为 录制聚集它是记得什么 记录你滑鼠 键盘所有的动作 所以记得 反正如果游标在这不对 记得再 点一下 它就记录 Range 什么呢 B2.slate 它会帮你写一行 OK 所以记得这个不要放这边 然后呢 我们就游标放这边 然后上去打个勾 打勾的话 就是把这个公式输入了 然后再向下填满 点两下 然后呢 再游标放在上面 切到资料里面的筛选 再把它 把1留下来 然后呢 游标放A2 Ctrl Shift向下 特别是 这个地方请你务必要用 快速键 你不要用选 否则的话 如果你用选的以后 那个资料多跟少 是不确定的 如果不确定的话呢 一定要用Ctrl Shift向下 为什么 因为它会自动选到最下面 但如果你如果用滑鼠这样圈的话 固定在哪一列就哪一列 它就不会动 也就是如果你资料还有 或者没有那么多 它一样选那个范围 所以又特别是要 如果是聚集 请你用快速键 Ctrl Shift向下 Ctrl C复制一下 那切到这边的话呢 把它点一下A1 Ctrl V 那如果你demoOK的话 剩下来的话 就再来做过一遍 所以我先彩排 然后游标先不要 记得游标先不要 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先不要 先放旁边就给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不要放这里 然后查询结果也是放旁边 不要放这里 好 那我们开始 第一个我就 录制那个聚集 聚集的名称叫做这个黑名单筛选 好 那我们开始 1 按一下那个开发人员 录制聚集 给他名称 按确定 就开始了 所以等一下的动作 大概会有10个 10个左右动作 所以你动作不能做错一个 做错一个就NG NG就重来 重来就重录就对了 OK 按确定 好 1 游标切过来 他会帮你写一行程式叫什么 训试 黑 查询名单 Denslator OK 2 游标放在 这个B2 他会帮你写一行 Range B2 什么Denslator 有没有游标放这边 然后呢 3 游标放上方 打个勾 就是他帮你把这个里面的Formula Formula就是公式 帮你输入到 这个储存格里面 他取得结果 4的话呢 就让他Auto Fill 就是自动填满到下面 OK 填满完之后就全部查完了 所以 一个 反正好几个步骤 再来游标再放上面 然后 资料的资料筛选 然后把这个 1的部分留下来 然后游标再放A2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切到 切到这边 他就是 Shift查询结果 Denslator 游标再放在A1 那就是Range A1 Denslator 然后贴上 Pass 他就贴上 好 就OK了 就没有别的动作了 完成了 就把他 开发人员做什么 停止录制 好 你恭喜你 录完了 2的话 清除 清除很简单 清除的话就是 录制聚集 怎么样 这边打一个清除 这比较简单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写 清除 然后按确定 怎么做呢 1 有没有要放A1 Ctrl Shift向下 一样向下选取 整个 特别注意一定要用快速键 如果你不用快速键 你自己这样选 他就固定了 你永远就只有27笔 如果你以后 那个多跟少 他反正就是27笔 那就不对了 记得用快速键 按Delete 好 OK了 这样就删除了 停止录制 再来做什么呢 聚集里面看一下 这个跟这个 因为我刚刚有删掉 所以这个是重做的 你可以编辑看一下 或者切到VBA里面 那你会发现 它会有个注解 不过我的习惯是删除上面的注解 然后刚刚看到那个什么 1 有没有 游标放的那个工作表 还是姿态小工具 这个选项 撰写风格字稍微放大一点点 OK 那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 这个就是他帮你写的 所以以后 有些你VBA程式不会写 你也可以用 录制聚集来产生 然后顺便 通过录制聚集 来学习VBA 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以后如果有些程式不会写 你可以用录制的 但是等到你慢慢 你功力达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就可以不用录制 就自己写了 但是如果你们现在功力还不到那里 反正先至少 至少会学会录制聚集 然后至少还要什么 自己加一些注解 游标放B2 然后有没有 第三这个就是什么 第三这个就是 什么 这个地方就是把 公式放在这个 Active Sale Active Sale就是 Sale就是 那个储存格 Active就是你游标放的那个位置 后面有个formular 就加公式 等等的 这些我想 自己再稍微把 这个注解加上去 清除这个 就这个 那如果我假设 我注解加了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乱一下 看一下这个 也加一个按钮 插入什么 插入按钮 或者是说你用旧的来改 按一下他看到不OK 他会帮我把刚刚的动作重做 有没有发现资料过来 27个 清除 有了 按一下 OK 过来 清楚 不过 最后这个地方 做完之后 同学就会有一个问题 虽然结果是对的 可是 这边好像有一点点 稍微不完美的地方 什么不完美的 因为我们刚刚录制的时候 切过去 然后输入公式 最后要切回来 可是其实他画面还在跑 那所以会造成什么 有点好像卡卡的 画面好像 有点 他还没更新完成 可是 就变成说就切回来 所以会有些残影在 所以如果要把那个残影去掉的话 怎么做 当然不影响 其实那个残影 不管他也不会影响城市 可是实际上 还是有问题 那怎么做 待会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的动作 或者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的这些 我已经做好的城市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 就是如果我今天 希望把那个黑名单筛选 这个步骤 全部 再用VBA 不用每次 做一 做又再做一遍的话 那我可以用录制聚集 产生按钮 按下那个按钮 那我前面做的 可能有十个动作 十个动作 就全部跟我重新做过 我不用再每次 为了产生报表 我就要再重新再把前面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动作 全部都再做过一次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利用黑名单筛选的这些流程 来学会至少你要会简单的录制聚集的一些动作 然后有一些细节可能要注意 就是你要录制之前 恐怕要先彩排一下 因为那个 你录的那个只要有差一行 像我刚刚有特别强调 你那个游标如果已经放在B2 或者已经放A1 他扫入一行 你可能后面结果就会乱掉 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小问题 那如果你这些录制聚集的这些 这个小问题都有注意到的话 那以后你要把一些重复的动作 把它变成VBA程式的话 你可以就用录制聚集可以帮你写出来 至少就是这个东西 也是一个连续的自动化功能 但未来不过终极目标还是最后 最好还是可以自己用VBA来写是最好的 试一下